作詞・作曲 總統 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編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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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們很快的來看上個禮拜 帶大家玩的這個遊戲 旅行者的兩難 你我我們都是倒楣的旅客 然後我們的行李 各自原始價值都是 100元 但是在飞行途中都被压坏了 那我们要跟航空公司申请理赔 我们可以申报我们自己的行李 各自值多少钱 那最低可以申报两美金 最高可以申报100美金 那航空公司的理赔方式很机车 如果你我申报的金额相同 就按照我们申报的价值 按照我们申报的价格来赔偿 但如果你我申报金额不同 航空公司是会认定采用较小的申报金额 来赔偿我们 不只如此 申报金额比较大的旅客 会被额外扣两块钱当作罚金 申报金额比较小的旅客 会得到额外的两块钱 作为奖金 所以举例来说 如果J申报48元 K申报100元 那航空公司会赔偿两个人 都是赔偿48元 但是会给J申报价值 申报低的人额外的两块钱奖金 所以J会得到50 那么K他会得到48元的赔偿 但是扣掉两块钱的罚金 罚他申报的是比较高 所以最后K进得46元 那么我们现在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给大家玩过这个游戏 但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事情是 如果现在这两个倒霉的旅客 都是决定聪明 都是理性的 他们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让他们得到的金钱越多越好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这两名旅客 他们最后各自会申报多少钱 然后这个赛局的结果会怎样 旅行社会总共需要赔偿多少 我们就假设两名旅客 分别叫做J跟K 两名旅客分别叫做J跟K 然后我们是J 然后另外一名旅客是K 最直观的想法是什么 这东西价值100 然后最高允许我们申报100 我最直观的想法我就申报100元 然后或者 可是这是一个赛局 我们怎么申报 我们最后得到多少的金额 会取决于另外一位旅客 跟我的旅客申报的金额 我得到多少的赔偿 我得到多少钱 不只取决于我的申报金额 还取决于另外一位 所以我在想说K会申报多少呢 最直观的方式 就是OK他也 假设他是申报100元 这时候我身为J 然后我又希望多得一点钱 我就开始思考 我有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调整我的申报金额 让我十拿的金额可以更高 或者换另外一方是想 我在想说 在这个赛局里面 我有没有优势策略 或有没有劣势策略 如果我有劣势策略的话 我不应该采用它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我不是申报100 而是我申报99 而对手他很诚实 他会很天真的申报100元的价值 99对上100 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则 我会得到多少 航空公司会认定 要赔偿我们99 然后因为我是申报金额低的 我额外再多拿2块钱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我申报99的时候 我十拿是101 高过这个 高过我的 高过我原本的 这个诚实申报的这个金额100元 我拿101 然后我可以造成 K申报100的人 他只拿98 所以对我来说 似乎99 申报99 比申报100要来得好 但是我们的分析还没有完 对手他到底会怎么想 K他会申报100吗 理论上 我们是不是能够计算一下 当K申报不同金额的时候 他可以是申报100 99 98 97 96 一直到54 32 我们能不能思考 当K申报不同金额的时候 对我来说 100会不会永远比99差 我能不能够系统性的来比较 申报100元跟申报99元 对我自己个人的利弊得失 然后假设我的对手有可能采取 不同的申报策略 因此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要这两个金额 100跟99 我要来比一比 但是我有可能对应到 我的对手K 是采用不同的申报策略 这时候我发现什么 当对手K会申报100元的时候 我们刚刚已经算过了 我申报99我拿101元 我申报100 我只能够拿100元 所以对我来说 99是比较好的选择 对J来说 如果我的对手K 他是申报99元 如果我的对手K 申报99元 当我申报100的时候 我是那个报价高的人 最后航空公司是赔偿我 第一的报价99 然后再给我扣一个两块钱罚金 所以我10拿是97 那我申报99 就跟K一样 得到航空公司99元的赔偿 所以 当我的对手K申报99元的时候 对我来说 我申报99会好过100 所以我发现 99 is better 那么我们继续分析下去 如果我的对手K 申报98元呢 如果对手K申报98元 不管我申报100还是99 我都是报价高的那个旅客 所以航空公司最后只赔偿 第一的那个报价 航空公司只赔偿98元 但因为我是报价高的旅客 所以我还要被额外多扣两块钱 我10拿是98减2 等于96 所以当K申报的价格是98元的时候 不管我选 不管我是报100还是99 我10拿的金额都是96元 那这时候是不是表示100跟99相比是一样好 在一样好的情况之下 那我可以写这个 indifferent 100跟99 怎么报对我来讲是没差 给定K是报98 或者是我可以换另外一种写法 报99并没有比申报100要更糟 所以99 is not worse 这个逻辑你可以自己一路再算下去 K他也可以报97 也可以报96 一路到2块钱 但只要K所申报的金额小于等于98 不管我报100还是我报99 最后得到的金额都是K所申报的金额减2块钱 这两个选项对我来讲是一样好或一样糟 所以是indifferent 或换句话说 99 is not worse than a hundred 用这样的方式我们把K所可能做的选择都列出来了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我们发现选99永远不会比选100更差 但是有些情况选99绝对会比选100更好 在这样子的符合这两个条件的状况之下 99永远不会比100更差 但99有时候 而且我们知道是哪些时候 会比选100更好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说 这个这样的条件听起来 是不是有一点劣势策略的感觉 可是我们之前讲劣势策略的时候 A跟B B永远比A差 A永远比B好 我们现在两个选择 有些时候他们平手 有些时候是99比100好 所以 因此我们这时候说100 我申报100元 在这里来说的话 称之为 is weakly dominated by 99 从这个逻辑出发 我们刚才是从99当成主词 但是我们可以拿100当成主词 99跟100平手表示 100 is not better 100永远不会比99更好 但同时呢 在有些情况之下 100绝对会比99更差 在两种状况之下 100 is worse 在其他的状况之下 100 is not better 那么符合这两个条件 我们就说 100 is weakly dominated by 99 100 is weakly dominated by 99 中文我就称这个100 是劣势策略 它是比不过 99的这个劣势策略 好所以我这边帮他做一个整理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过了两种劣势策略 一个叫做strict dominance 就是我们在囚犯的困境的时候 所看到的 第二个叫做weak dominance 那么我再把定义 白话文版的定义 打出来 不管别人怎么做 如果某个选项B 对你来说 永远不如特定的 另一个选项A 那么选项B 就是你的劣势策略 这个时候在数学上面 或者在英文上面 我们说A is strictly dominated by B 就像我们刚才 厂商选址 我们说location1 is strictly dominated by location2 但是我们在 旅行者的两难里面 我们面对到的状况是 不管其他人怎么做 如果某个选项B 对你来说 永远不会比特定选项的A 更好 但是有时候 他会比选项A要更差 那这时候我们说 A is weakly dominated by B 在旅行者的两难当中 不管另外一位旅客 J 他申报多少金额 我申报100元 对我来说 永远不会比 申报99元更好 很多情况之下会平手 但不会比他更好 而且有时候我申报100元 绝对会比申报99元要更差 就刚才上面这两个状况 那么符合这个条件 我们就说 申报100元 A hundred is weakly dominated by 99 放到这里我们直观来想 如果J是理性的 他会选100吗 应该不会 因为选99 不会比100差 还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之下 比100更好 所以理性的人 我们判断他会选99 不会选100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 我们这里的论证 是不是可以继续延伸 推演下去 我是J 我本来想要 诚实出100 这也是我能申报的最高金额 但是我发现 100是一个弱劣势策略 他永远不如99 那么 所以 推演到这边 我应该要选99 那么我的对手呢 我的对手K 他如果也经历了 同样的思考 那么K可能也不会 选100 他也选99 我的推论 能不能够继续地延伸下去 如果我是理性的 我不选100 如果我知道对手是理性的 然后我判断 经过刚才的推理方式 我判断他不会选100 那对我来说 J跟K 我们两个人都处在一个赛局 相当于是 我们只能够申报最低两块钱 最高我们实际上的选择是99 而不是100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要接下来推理了 在这个小一号的赛局里面 在这个你我 都绝对不会选100 100 is not feasible 100相当于是 不存在的一个选项的赛局里面 我该选99吗 还是我会发现说 在这个小一号的赛局当中 99是否有可能 没有98号 这个给大家回去自己练习 你可能会发现 当对手选99或98的时候 我选98绝对会比选99最后得到更高的金额 但是然后 然后同时当我的对手选到97以下的时候 我选98跟我选99没差啦 都一样好 换句话说 选99对我来说 永远不会比选98更好 但是有时候99会比98要来的更差 那么经过这样子的推理 我该继续选99吗 还是我需要降级到98 然后如果我们透过这样一层又一层的思考 我出98你出97我出96你出95 最后大家所得到的这个结果 两个 绝顶聪明 然后也知道彼此绝顶聪明 假设绝顶聪明加上理性 是这两个人的这个common knowledge 共同知识 那到头来 他们会落在什么样的情况 两个人的金额就降降降降降 为了每一次 不断的给定对手的报价的情况之下 我都想要再降低一块钱 为了能够多拿一点的那个奖金 那么我们彼此降降降降到最后 你我J跟K都只申报两块钱 然后他们最后都只得到了两块钱的赔偿 对航空公司来讲很开心 本来可能预期要赔偿总额两百美金的 现在只需要赔偿四美金 在我的投影片上 我也把这个囚犯的两男J跟K之间的赛局 我投影片上是用这个Lucy and Peter 我把他们的赛局也做成了一个超大的赛局表 因为这个赛局简化之后得到的状况是什么 两个人是同步行动 因为每个人申报金额的时候不知道 不能够没办法直接看到对方是选什么 所以我们就两个赛局的参与者 每个赛局参与者有99个选项 可以从234567一直选到9899100 然后我的这个格子里面 左手边放的是这个 左边这个Lucy她最后的报酬 然后格子里面右边蓝色的数字 放的是这个Column Player Peter她所得到的报酬 如果我们从这个赛局表来看 她回去可以自己仔细地检视这个表 最后你也会发现 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人 Lucy and Peter 他们最后是选各自都是申报两块钱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 这是我们下礼拜会讲到的观念 更重要一点 只有当两个人都选择两块钱的时候 面对这个结局 跟面对对手的选择 每个人才会发现 我没有办法单方面片面地更改我的申报金额 以来提高我个人最后十拿的报酬 只有在两个人 他们都各自申报两块钱的时候 才出现一个状况 给定对方的选择 我事后会发现说 我没办法片面地改变我的选择 来提高我个人的报酬 下个礼拜我们会谈到 当一个状态符合这个条件的时候 我们就称它为Nash均衡 Nash Equilibrium 在其他的任何的情况 比方说两个人都选一百的时候 它不是Nash均衡 它不是一个状态是给定你的选择 我无法片面调整我的报价 来提高我的报酬 因为给定你选一百 我就发现 给定这个Peter选一百 那么我Lucy会发现 我可以从申报一百降低变成申报九十九 反而提升了我实得的报酬到一百零一 这个是旅行者的两难 理性分析最后所得到的结果 那我们上个礼拜 大家的游戏 我们最后出现的状况是什么呢 上个礼拜我已经公布在脸书了 那我们全班参与游戏的同学 有三十九位 最后仍然是申报一百元 然后同时 按照这个理性分析的结论 来申报金额的 我们全班有十六位同学 就是这个长条图的最左边 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这个游戏结果跟理性分析的差异这么大 我们刚才走这个理性推论的过程 两个绝顶聪明的人 又是只爱钱的人 最后就9989796 最后都是选两块钱 可是我们的游戏结果 其实班上绝大多数的人 参与游戏超过一半的人 他们选择的金额都在9899100 那么这个赛局当初被提出来之后 也有不同的经济学家在实验室里面 他们就招募受试者 讲这个故事让他们来玩 然后每个人玩的结果 根据他们玩的结果 会发一些现金 作为诱因 那不同的这些相关的实验 得到的最后的结果都很像 都是有足够多的一群人 大家的这个申报价格都在9899100 而不是那个理性的选择 两块钱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思考 为什么游戏结果 跟理性分析的差异这么大 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有些人就没有多想 最高能够出100 或者真实价值是100 我就报100 就是人生何必赢 这么辛苦 没有多想 或者是 有些人 他有多想 可是他的计算 就只停在两步三步 我算到了 我从100降到99 有可能让我多拿 然后我就停在这里 我觉得that's enough 我没有再去算说 别人可能跟我一样聪明 跟我一样心机 他也选99 那我再降到98 我再降到97会更好 就是我会想 可是我就止步 在几个回合的计算就停了 这是第二种状况 第三种状况是什么呢 第三种状况是我看到了 就像刚才第一位同学的分享 我看到了 如果我申报的价格 我就让他停在一个高档 那么有机会 对方跟我 我们都是拿到一个比较高的金额 如果我的金额就略比 我们可以有机会 因此拿到比较高的金额 反而我一开始 透过这些计算 我报了一个低价 我就注定 对方跟我能够得到的赔偿金 都被限制在一个滴损位额 所以我可能是出于这样子的动机 或者是我出于利他 我如果 我如果报价比较高 然后我因此被多罚两块钱就算了 但是我 透过我出高价 我可以让对方跟我 我们有机会 最后得到的赔偿金额是落在高点 不管从这三个哪一个方向出发 这个都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真实世界里面的赛局玩家 他有可能是不理性 或者是他有可能是带着 他是理性 但是是理性却带着一个利他的精神 所谓理性带着利他的精神 就是我本来就在乎别人跟我 大家共同的报仇 而不是我只想着自己 但是我们先把利他这个扣掉 有些人会选择一百九九 反映出来的是他们不够理性 他们没有多想或他们的计算 没有太多不 这是第一个原因 不理性的 接下来我们思考 理性的赛局参与者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赛局当中 最后也选择申报高价 如果我是一个理性的参与者 我刚才黑板上的这些计算 大家要去想 他的背后 有没有奠基在一些额外的假设上面 我刚才这些计算 背后假设的J跟K是理性的 而且他们知道彼此是理性的 而且他们知道彼此知道彼此是理性的 我们刚才的计算 差不多假设了 理性是这两个人的共同知识 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们彼此都很聪明 我们彼此都会算 可是真实世界我在玩的时候 就算我是理性的 我可能会去判断 OK我班上同学 可能有一些人是很天真的 或有些人他就是乱玩 或者他就是轻松玩 是这样 因此我就要去想 当我不知道会跟我班上的 哪一个同学 配对在一起玩的时候 我就想 我们全班同学里面 有多少比例的人是那个不理性的 有多少比例的人是会是一路计算 然后最后会选一个两块钱三块钱的 我会需要去形成 对我所面对到的潜在的这些对手的理性状态 我需要去估计去猜测 形成我的一个预期 那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如果我就知道我们我所面对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非常会算 每一个人他都预期他们会选两块钱 我最后会选多少 我最后应该要申报两块钱 另外一个极端 如果我知道说我全班其他除了我以外 每一个人都很天真 大家就是闭着眼睛选一百 那这个时候我该选多少 我该选九十九 或者是我带着回馈的心 我也选一百 不要害人家少拿两块 所以你发现我所预期我的对手 是理性或者是不理性的几率大小 会影响到我的选择 会影响到我自己身为一个理性玩家的选择 应该要选贴近一百 还是两块钱 这有一个新的元素加进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说 大家回去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走这个思路 可以说如果我期待我们班上的同学 有足够多的比例的人 他是走那种不理性的策略 会选九八九九一百的 那么对我来说 即便我是理性 即便我知道理性的分析会得到两块钱 我也不会选两块 我也会选一个偏高 贴近九七九八九九的这个价格 大家先听好我的推论 我的推论是当我们预期 我们所面对的对手 有足够一个帕数的人 会做不理性的选择 申报高价 那么即便我是理性的人 因此我也有可能 理性的选择 出于自立的选择 我申报高价 所以在我们的分析里面 现在不理性的人会选高价 理性的人也有可能选高价 所以会选高价的人 不只是那些不理性的 会选高价的人会多过 高价会出现的几率 会高过不理性的人的占比 然后当我们期待 理性的跟一些不理性的人 都会选择高价的时候 那么我们所面对到 我所预期 对方会申报高价的几率又再度提高 又再强化了我更愿意 去申报高价的一个动机 然后这个动机不断的加强 那么有一派的这个理论上的诠释 就是在我们一个群体里面 只需要有一部分的人是不理性的存在 这些人就会影响到理性的人 所做的选择 让大家 让多数人 可能让超过一半的人 在这个旅行者的两难的赛局当中的表现 都是在这个高价 在我刚才的推论里面 他需要有一小群的人 不理性 他会无条件的选择99-100 作为一个推论的起点跟种子 然后 引导跟引诱 更多的这些理性的人 他们愿意 有些时候出高价 会是这样 那你可以去思想 思考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你跟我 我们来对玩 然后现在我们都已经充分了解 这个赛局的运作的机制 然后我们也都会算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我我们会选择99-100 还是我们会选择更低的金额 如果你跟我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充分了解这个赛局 跟他的运作机制 我们也都是理性的 我们的目标就是 从这个游戏当中 多赚几块钱回家 那在这样的状况 理性对上理性 而且这是我们的共同知识 我们彼此知道这件事情 那么我们的推论会 让我们的出价变低 没有你出98跟出100 状况一样不一样 会取决于你判断 我会选多少 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人的状态 就是属于这样子的思考 这当中需要 有一些利他的想法 就是我宁可 在最坏的情况之下 我就牺牲被扣个两块钱 但是我就出高价 确保我们彼此有一个机会 最后都能够得到够高的补偿 这个是一个利他的思考 或者是 有的是天真的思考 就是我没有多想 我就出一个高价就是了 那何必算那么多 然后到时候算一算 最后大家还拿更差 所以就是他需要有一些脱离了完全是 只从自立出发 而且是我能够多赚一块 我就要努力赚到那一块的思考 需要有一些脱离这个想法 才会得到我们 这样子的结果 但是当我预期 我的同学里面有一群人 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会引导更多是完全自立 我多一块钱我都要赚的这些人 也会在这个引导之下 出于自立我也愿意 把我的申报价格提高 是会得到这样子的结果 那这个旅行者的两男 最早之前是一个经济学家 叫做巴蜀 他在90年代初期 他编了这个故事 然后做了这个分析 然后在巴蜀之后 有很多的经济学家 开始把这个游戏带到实验室 巴蜀当初提到的时候 他是丢了一个很哲学性的问题 就是是否在有些情境 或在旅行者的两男当中 刻意表现的不理性 大家刻意表现的不理性 反而可以让我们彼此的报仇 都比较好 那么 报仇本来就是我们要追求的 所以刻意表现的不理性 能不能算是一种理性 当我们都理性 斤斤计较 而且很会算的时候 在旅行者的两男 大家都得两块钱 那如果我刻意的做出不理性的选择 有可能让我们最后十拿 你跟我的十拿 都在九十五以上 或许这个刻意表现的不理性 作为一种理性 是有一点贴近你刚才心里面在想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是赛局的学者 大家觉得想了脑筋会打结 觉得很吊诡的一件事情 那我鼓励大家回去思考一下 这个背后的赛局的运作机制 以及这个问题背后所呈现的哲学 谢谢